国民党今天举行第21届第二任中常委选举 但这回首度出现不足额竞选 虽然有29个名额 但是只有27人登记 等于呢登记就会当选 传出党内兴趣缺缺 就是因为中常委的权力变少了 但是呢朱立伦澄清 是因为登记时审查比较严格 那这回名单当中还有一名陆佩 朱立伦强调新著名也是台湾人 一一创名国民党9号举行中常委选举 开票作业很迅速 中央委员陈俗荣首度参选就拿下最高票 第二名是连任多次的王伯伦 还有新任立委郑正前也名列前茅 但今年人人有奖 英选29席就有27人登记 史上破天荒中常委选举不足额 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常委权力被削弱 导致大家兴趣缺缺 其实我们当时登记的人数是超过的 这是我们比较严格的审查 当然我们还有指定中常委 都是会以民意代表 跟具有代表性的这些人士为主 更能够跟基层结合在一起 这波中常委当选名单中 两岸艺术交流协会理事长何银路也参选 他的陆佩身份也来关注 民进党里面也有新著名委员会 新著名那就是包括陆佩在里面 我也是活发的中华民国国民 那我们陆佩为什么不能站出来为人民服务 新著名当中不管他来自中国大陆 来自东南亚都是我们台湾人的一部分 只是近期党中央改革也引发部分党员不满 纷纷讨论下一届主席选举要集中选票 支持台中市长卢秀燕 这个是以后的事情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目前就是主席有一定的任期 我想到任期之前我们会继续支持他 我不知道他要不要连任我都不知道 风声是有了但是我觉得时期还没到 成像风来了再说吧 国民党中央核心改选顺利落幕 但不足而以及内部改革的茶壶内风暴 却埋下隐忧 接下来 刘淳维台北上报道